4月21号消息 游文前锋迪巴拉女友的母亲透露 她的女儿痊愈后20天检测又复阳了 她的体内可能还残留着病毒 迪巴拉和女友奥利亚娜 前不久都被确诊为新冠病毒肺炎患者 他们随后都康复了 核酸检测也呈阴性 但在痊愈20天后 奥利亚娜再次进行了检测 结果又显示为阳性 奥利亚娜的母亲凯蒂在ins上 接受采访时对此表示了担忧 她说他们经常视频连线 我看到他们的情况都很好 之前有轻度症状 我想去照顾他们 但现在我们必须接受隔离的现实 有关迪巴拉女友核酸检测复养的消息 是她母亲透露的 目前尚不清楚迪巴拉的情况 据悉 他们两人将在未来的几天 再接受一次核酸检测 四条检测 二十四条检测